一千五百五十四级 好样的 我们华夏人 向来对我们的客人负责 就算是拼上性命 也在所不惜 对啊 这才是我们的华夏精神 这实在是不该啊 我们的人 为了女王的安危 冒了如此大的风险 就是 但是却遭到了 无数的非议和谩骂 不公平 不公平 此时台下一众国内的媒体 率先群情激昂的 高声欢呼起来 其他西方媒体的记者 不由有一些面面相去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女王和威廉的脸色 也不由变了变 他们从视频上看 这两只飞镖 飞出去的速度极快 堪比子弹 想要硬生生地抓住 他们确实有些困难 若不是林雨临时 派上去的这两位保镖 伸手不凡 女王很有可能 已经一命无虎了 而且 跟那两个华夏保镖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他们派上台的两名金发保镖 简直就和瞎子一样 两把飞镖 飞向女王的刹那 他们两个人 竟然没有做出丝毫的反应 女王的神色 不由就有一些难堪了 显得有一些难为情 如果真如林雨所说的那样 人家舍身保护了自己 自己反而对人家施加压力 要求人家给个解释 确实是冤枉了人家 威廉先生则是背着手 铁青着脸没说话 静静地等待着林雨的下文 毕竟事情还没有说明白 自然没有到随便下定论的时候 他才不会被林雨的枝言片语给唬住呢 好宁愿此时倒是用力地挺起胸膛 顿时自豪无比 他心中不由暗暗佩服林雨 几句话的功夫 就把原本一件过错的事情 说成了一件有功的事 而且还不动声色地赞扬了一番 他们华夏人的品质 何先生 这段视频确实能够证明 出手袭击女王的人 任手不凡 但是 这也不能证明这帮人 就是某个国家的官方组织吧 这个时候 一名樱花国的记者站了出来 沉着脸 冲林雨冷声质问 因为他从视频中看出 赖户是一个东亚人 而且非常像一名东营人 他担心林雨把责任推协给他们的国家 别着急啊 林雨眯着眼睛扫了他一眼 嘴角勾起了一个略带有深意的笑容 接着说 我们一点一点解释 我一定给你们解释得明明白白的 说着 他冲寒冰使了个眼色 寒冰立马把视频关掉 接着打开了一个PPT 只见了PPT上呈现出了几张照片 照片上的男子胸腹和背部的衣服 已经被鲜血染红 成了血衣 如果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他的身上衣服 跟刚才视频中袭击女王的人所穿的衣服是一模一样的 毫无疑问 这个人正是被林雨亲手杀死的赖户 而这几张照片也是林雨当时亲手拍摄下来 一众记者认出赖户之后 顿时又躁动起来 神情有些激动 互相交投接耳的低声议论之声 他们似乎没想到 华夏警方的效率竟然这么高 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把袭击女王的人给击毙了 看来大家也认出来了 这位就是刚才在视频当中袭击女王的恶徒 林雨笑着说道 对众人的反应他十分满意 请问 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们两个是同一个人 仅仅因为衣服和外貌香香吗 此时刚才问话的樱花果记者 再次起来冲林雨冷声质问 谁知道是不是你们 临时找了个香香的人冒充的 故意欺瞒糊弄大家 我早就猜到你会这么问 林雨笑眯眯地望了一眼那个记者 按想这帮小东营也不是吃素的 一个小记者竟然把话问得滴水不漏 估计也是东营那边 特地挑选出来的精锐记者吧 说着林雨冲韩冰示意了一下 韩冰立马播放了一段视频 只见视频上一架无人机拍摄的画面 同样用红圈将画面中的赖虎圈了出来 记录赖虎袭击完女王之后 并没有惊慌逃窜 反而借着人群掩护潜入到了中医医疗机构的大院 以及对江静人沈玉轩等人进行袭击的整个过程 同样也包含林雨和赖虎单挑 直至林雨亲手将赖虎杀死的整个过程 其实林雨本来不想让这一段录像公布出来 但是为了堵住樱花果记者的嘴 他还是决定把她放出来 以此证明他杀死的确实是袭击女王的人 虽然当时袭击事件发生之后 大家都顾着逃跑 但是我们这个无人机仍旧在进行录像 寒冰淡淡地说道 整个录像没有任何的处理 你们可以随便进行刊业 看到这一幕 那名樱花果记者的脸顿时分白阴沉 咽了口唾沫再也没说话 因为他已无言以对 一众西方媒体此时也终于相信 这名死去的男子确实是袭击女王的人 何先生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历 威廉先生此时急切地问 现在他的注意力 已经彻底转移到死去的赖户的身上 迫切地想知道赖户到底是来自哪个国家 哪个组织 林宇没急着说话 而是示意寒冰把赖户的脸放大 同时让寒冰点出另外一张照片 只见这张照片上的赖户手腕上有一个纹身 颜色较深 看起来结构很是简单 但是里面的纹路却稍显复杂 单凭着手上的纹身 大家就可以断定他的身份了 这个纹身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纹上去的 无法仿制 这是某个组织成员的专用纹身 不知道在场的大伙中是否有人认的呢 林宇故意没有挑明 笑眯眯地扫着众人一眼 接着掠到了那几名樱花国记者的身上 只见这几名记者脸上微微有些难看 互相看了一眼 枪装出一副镇定的样子 没有说话显然他们几个人此时已经认出了这个纹身 威廉脸色一变 他仔细地看了一眼这纹身 随后立马示意自己几个手下对这纹身进行核查 几个手下立马下去查找 很快便有了结果 其中一人急冲冲地冲威廉汇报 威廉先生 这个纹身出自樱花国 一个叫神木组织的成员 而且跟普通成员不同的是 拥有了这种加了花纹纹身的 都是神木组织里的精锐啊 什么 樱花国 威廉先生听到这话之后 顿时面色大变 显得极其意外 猛地转头望向几名樱花国的记者 眉宇间闪过了一丝恼怒 场内一众西方媒体的记者 也都齐齐吵几名樱花国记者望了过去 甚至还有人将摄像机对准他们 女王的脸色也不由变得十分难看 怎么也没想到刺杀她的人 竟然是樱花国的人 威廉先生面色一沉 冷着脸冲几个记者冷声质问 请问你们对此有什么解释 如果你们解释不了的话 那我现在就转接你们国内的领导 我问他们打算如何对我们大英帝国解释 他将原本对林语施加的那一套 原封不动地抛给了他们 一言不合便直接召国内的上级领导 本集结束了 拜